带大家关注到的是 前主播张瑞玲惊传癌症病逝 享年51岁 许多媒体人纷纷发文悼念 而她最后的遗愿也已经曝光 张瑞玲的脸书代理人日前发文指出 瑞玲正式先离开我们 到无病无痛的天堂当天使去了 该文透露 张瑞玲离爱之后 没有放弃任何让自己走下去的机会 全力遵循医嘱 让自己保持在最好状态 对抗癌细胞 那在最后的时间 尽管家人不在身边 但她有一群爱她的好朋友们 支持着她陪着她 脸书代理人也透露张瑞玲的遗愿 她所剩下的钱 除了一部分可以留给家人 其他可以顺利捐出帮助浪浪 以及真正贫困交迫的人 也提到她最挂心的是她的两只猫 先前柬埔案诈骗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其中因为受害者皮皮勇敢的出面指认出当时经历的状况 不过近日她却转战AV产业饱受大家的争议 对此她也说出了为什么想要投身AV产业的原因 皮皮表示她现在的工作是台湾的AV女优 她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 在这一块发展的还蛮不错的 是自愿去拍摄根本不是外流 而且跟柬埔寨性侵也完全不相关 至于为何想要投入AV界 皮皮说 除了收入蛮多的之外 自己本身是健身网红 对于自己的雕塑非常的严格 很喜欢艺术的感觉 喜欢自己的身体 喜欢展现自己的身材 所以她先前也有接过大尺度的外拍写真 她也向网友喊话 不要再检举她的社群账号了 请尊重每一个人工作的选择权利 这个消息经过一天的发酵之后 很多人真的就去检举皮皮她的账号 所以就导致皮皮她的推特账号 是被永久停用的 而且不止这个账号 就连她的小号也被停用 让她感叹说完全是白忙一场 对于此事 有不少网友发文表示 看到这个顿时傻眼 虽然柬埔寨的遭遇 跟成为AV女优是两件事情 但是难免让人对于当时的同情 觉得有多余的感觉 还是真的只是纯粹想要吵人气呢 那消息经过媒体报道后 引发讨论 该推特账号也因此爆红 但也有许多网友纷纷检举 皮皮她就在IG发现时动态透露 她的推特账号已经被检举 永久停用 而且就连小账也被停用 这个结局也让她不禁感叹 白忙一场 不让她们这是一种东西的水平 不让她们晾得更好 不让她们晾得更好 再让她们晾得更好